大家好,我是老默 今天咱们做的是葱香火烧 外皮比较脆,里面是比较渲软 做法其实也很简单 今天就详细分享一下技巧 首先材料方面 咱们需要准备中筋面粉 150克 然后准备80度的水 50克来和面 先把水面搅拌均匀成为絮状 加入1.5克干酵母 快速搅拌均匀 现在温度已经下来了 大家不要怕酵母会烫死 然后直接揉成团 现在的面团状态是比较偏硬的 然后咱们再把它拆成小块 拆成小块之后 再加入温水35克 这种和面方法呢 叫半酵面 水加完之后一定要不停的揣揉 因为刚加进去水之后呢 它是很稀的 咱们多揣揉一下 把水揣匀就能很干净 这样面团咱们就和好了 和好之后呢 软硬比较适中 然后盖起来饧面 时间30分钟 稍微时间长一点 醒透 接着制作葱油酥 这里是30克面 15克大葱末 再加入适量的盐 黑胡椒粉适量 然后把调味料抓拌均匀 准备香油25克 先加入10克 搅拌成块之后 再加入剩下的香油 抓匀 咱们画面中这样 稍稠的油酥就可以 面团咱们饧好之后 要简单的揉一下 时间不需要很长 因为这时候呢 它非常柔软 特别好揉 一两分钟就OK 如果揉面时间太长 这个面筋一旦出来 咱们后面擀的时候 很难擀开 所以时间不需要很长 只需要它另外一面 保持光滑就OK 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直接就可以搓条 然后下出的剂子是70克一个 剂子下好之后 咱们简单的给它叠一下 不是揉 像这样给它叠一下 然后搓成这样的长条 用手稍微按压一下 按扁 再用擀面杖长着擀 擀的长度呢 大概在20公分 然后宽度8到10厘米都可以 过擀好之后 尽量两边大小是一致的 然后抹上调好的油酥 抹油酥的时候 这个量呢 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过多 只要均匀的铺上一层 就OK 如果太多 你后面真的不好操作 然后直接从一头卷起来 卷的时候一定要卷紧 不要太松 这样一个生坯部分 咱们就算完成 接着处理生坯也比较容易 咱们单独取出一个 用刀在中间给它开一刀 不需要把它切断 要留出一点 然后再把刀口捏上 这样它里面的油就更容易出来 分层效果也会好一些 包好以后压扁压平 也可以用擀面杖稍微擀一下 然后从一头卷起来 把漏口的地方呢 包到里面去 卷好以后 竖起来 像这样给它按下去 按成一个圆饼状就可以了 这样把边上这个口压在下面 这样一个半成品 咱们就算完成了 一步做好之后 不要着急做 咱们稍微放个五分钟 用筋松弛下来 等一下咱们擀的时候 它不会回缩 另外咱们擀的时候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力量尽量不要太大 保持厚度一致 就OK 差不多擀成咱们画面中这样 能清晰看到里面的油酥 就OK 这样它的酥脆度就更容易出来 因为面够薄 全部做好之后 咱们需要准备蜂蜜适量 加入一点点水化开 然后直接刷在上面 这样咱们全部的操作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是烤制 需要注意 提前预热烤箱 上火1900 下火200 10分钟 放入烤箱之后 还用同样的温度来烤 15加5 两个时间段 15分钟之后 咱们拿出来翻面 翻面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 之所以翻面 就是让它另外一面上色更加好 脆度更好 然后再放进去5分钟取出来 就算完成了 翻面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颜色呢 上的也非常漂亮 葱香火烧 咱们就制作好了 趁热吃 口感非常的酥脆 里面呢 又非常柔软 另外大家需要注意 刚做好之后 尽量不要落在一块 那样它会蓄水变软 脆度呢 就受到影响 咱们切开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的状态 里面的层次比较多 然后咱们按压一下 也非常的柔软 在家里面制作这种火烧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 咱们前面说到的每个点 再来做就容易的多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